PS5版的黑神幻悟空优化差 PS5不适合打黑神幻悟空 那为什么PS5的价位一路飙升 甚至连辈分都涨到150了呢 那是因为目前来说 用PS5玩黑神幻悟空 是最简单省心又划算的设备 当然了我也得先说实话 目前的PS5运行黑神幻悟空 画面表现的确逊色小几万的电脑 但整体畅玩还是没问题的 对比小两万才能入手的电脑 几千的PS5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了 在开头我也提到了 虽然有人说PS5不适合打黑神幻悟空 但目前官方店铺已经没货了 有货的店铺已经炒到了4000家了 这同样也反映了 其实想要唱玩黑神幻悟空 PS5是完全没问题的 当然我也不是推荐大家 在这个风口上入手全新的PS5 因为性价比真的很低 但是你这时候考虑二手的PS5 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当然二手的产品也不是说买就买 当然要选对靠谱的平台 我推荐转转上的二手PS5 现在光驱版3000多就能入手 而且橙色还不错 这个和新款比便宜了1000块 PS5数字版2000多就能入手 如果单纯考虑玩黑神幻悟空 入手数字就行 如果考虑为了唱玩其他游戏 直接充光驱版性价比更高 之所以推荐转转是因为二手交易风险太大 转转把这些风险都解决了 就凭七天无理由这一条 就解决了很多买家的疑虑 还提供一年质保 还都是专人宴机 对新手小白来说是太友好了 为什么推荐PS5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PS5不仅可以玩黑神幻悟空 它还能唱玩战神 蜘蛛侠 剑星等等 多款热门游戏 性价比是真的拉满了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黑神幻悟空PS5的优化 我目前体验下来觉得还好 算是正常水平 今天看到消息 黑神幻悟空全平台卖了一千万份 可喜可贺 我也很喜欢这个游戏 开始上手有点难 但慢慢玩会发现 这游戏能持续不断的给玩家惊喜